舅老师给了五分的满分 Roger老师 我是这样子看的 我觉得每一个参赛者 他能不能够在一个比赛里面 一直稳定的在进步 而且每一次都让他觉得 在每一次的比赛里面 都能够看到有新的惊喜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 你只要在台下的努力 在台上都会被看到 那我看到人的肢体越来越放松 我看到你在尽你最大的努力 去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所以做一个舞台上面的表演者 你除了要去在你的歌艺上面 在舞台上面的表演也好 你要多去体验生活 那个感觉才会自然 那所以我觉得你唯一缺的地方 是这一块 但是我对你有信心 因为从一路以来的表演 我觉得你的努力都有被看到 所以我给你很大的肯定 谢谢老师 一荣 玉蓉 为什么哭 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哭 就 觉得 自己的努力有被肯定 所以很开心 有时候网路上会有 网友会说 主持人你是不是太残忍了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逼他说出什么事 因为来到这个舞台上 而且最后能够进入八强 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他们的故事 对很多人来说很重要 为什么此刻他会流泪 为什么此刻他会觉得不甘心 或是此刻他有什么感受 他一定要讲出来让你们知道 每一个人上来 他默默的有很多复杂的感受 没办法分享出去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其实 他的感触是 真的 我有在努力 而且你们真的感受到了 对不对 我们评审是不是很棒 谢谢我们的Hello Kitty 谢谢林荣 恭喜他 高分过关 欢迎黄美珍